重新站在媽祖這個地區上面 其實非常非常的感動和特別 尤其是從過去到現在 那我個人真的也要在這裡 借這個機會感謝一下 因為剛剛主持有提到 幼兒神父跟媽祖有非常特別的緣分 那麼在將近二十年前 我曾經在鐵板社區閉關 那是五月三十六天 我要尽量在這裡 謝謝當時控官的林晉梅女士長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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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時呢 也真的同時謝謝潘建國館長 那就是跟他們分享過來 謝謝 謝謝 當時閉關的那個地方呢 其實是朱先生朱主任的原來的空屋 但是經過了整理之後 他們幫忙的整理 然後可以在這邊閉關 然後呢 那是一個古老的房子 將近上百年 原來當主任這麼保留的地方 當然在經過了那次閉關之後 當地的那個屋子變成了文物館 所以也成為了一個很奇特的一個影響 那麼當然我也不知道在這麼多年之後 然後花鼓的朋友們 對這件事情仍然記在心裡面 所以在前兩天到了這個現場室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黃憲良跟胡處長兩位都是鐵板人 然後呢也都傳聞了這個世界 那你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閉關之後我做了一個作品 跟黃老師親親 我們兩位就是 我們兩位一起在帶領幼兒聖書 那當時我一起共同做的那個作品叫金剛星 就是在閉關當中的感悟 那個我看見我 許多的我 就是在罵出閉關的時候 而那個作品叫做金剛星 接過好了 後來金剛星竟然就得到了 台灣唯一的一個表演出界的獎項 就是台信銀行的這個 對於這個辦出來的這個獎項的 第一屆的表演出的首獎 就是金剛星 在這裡要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還有這一次的閉關 不會有這個作品 當然金剛星也從此 一直在影響著六人生物 所以今天在因為 也是一個巧合 剛好因為這次的風雨的關係 我們的道具沒有辦法過來 武具無法過來 有一個作品無法演 它就是聽喊這些裡面的那個爐 而我們就增加了其他的曲目之外 其實我們加碼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最後一個作品叫 憲曼達 他是金剛星的最後一個作品 所以謝謝大家 以憲曼達謝謝你們 喝我 今天根本不把女主舞 只好在這裡暫時 就能在這裡暫時 站起來 這真的 當然除了鼓之外 我們非常感謝山榮鏡馬路尊王廟的管委會的內念羅少相 還有馬館處的楊小琪小姐的吳征還在那裡 還有電器和技術支援的雲台樂谷的潘團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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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們現在不展開什麼必要提 其實因為貨櫃沒有辦法過來 他們穿的戲服是今天早上 愛樂的樂團的錄音師拍聲聲送過來的 他剛好搭飛機過來 沒有戲服 不然這個沒有戲服可以穿這樣子 還有我們也謝謝克武哥的技術協定 以及謝謝所有文化處的夥伴們 更感謝我們的縣長和我們的可愛的小民處長 謝謝你們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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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共同謝謝今天所有命運的觀眾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來 謝謝 謝謝 謝謝